吴宁朗 米宁申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花莲宪议会第19届第6次的定期大会 23号最后一天进行了第二轮总质询之外 副议长潘岳霞第一次质询 就针对国防 观光 新年住宅等进行讨论 最后是由县长徐振卫致毕慈 表示花莲宪府会需新的接受 并且纳入未来的县政府规划 花莲宪议会县政总质询 23日上午来到最后一天 由花莲宪议员潘岳霞进行第一次质询 针对国防问题 竹林景观桥 温泉观光 新年住宅以及环保等议题提出讨论 国防问题 共进老台 花莲如何再更安定 要因为这样大家非常的恐慌 第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赤克山的竹林桥 这个在台风的时候断掉了 我希望能够乡亲给我的一个陈情跟请托 要请县府团队以及中央 能够把这条桥修为一个双线 将它改成双线的竹林桥的景观桥 因为这个桥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连接的赤克山 那赤克山上有很多的一个金牌农村 金牌咖啡 金牌的一个蜜香红茶 那边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座桥特别的重要 我在这边要请县府团队 及中央的相关部门 在极力的来协助 能够把这座桥能够变成我们花莲南区的 是我们的观光种地 那希望这座桥能够顺利改成为双线 那再来第三个大项就是 润水温泉区的后续在如何规划 还有我们安同温泉区 那这两个温泉区是在我们花莲南区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要推展我们花莲观光大县主要的两个温泉区 那全国19个温泉区 温泉用地都已经规划的完成了 就只剩下我们润水温泉区跟安同温泉区 我希望能够带动我们花莲的各个产业 观光产业能够再更提升 那希望主管机关跟地方机关 中央机关都能够一统把这个基础建设 再做得更好 比如说规划竹汤区或者是温泉公园 或者是说一些温泉的意向 不是只是来走走看看而已 那我希望能够在更深入的深度之理 所以必须要把温泉区规划的尽善尽美 那再来就是青年住宅 我非常肯定县政府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 那809号北区都盖好 也就卖完了 那我们南区四个乡镇的年轻人也想要有个key给处 那这个愿望大概都谈了很久了 那在这里县长也有承诺 如果未来土地没问题的话 他会积极的寻找 让花莲南区也能够再呈现了 所以不管建设处或者是县长在这边都吉利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咨询 他们都有把我们南区的心声听到了 那最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议题 就是碳不要再 要减碳 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更好 不然天后异常 影响到我们的整体国人的一个生活品质 所以将来会有很多一些 比如说一些蓝镁啊 这些东西可能会慢慢不见了 大家生活形态要做一个改变了 希望未来希望我们的县政府团队 在排禁令这一块 环保局要能够做得很落实 让我们生活在花莲县能够更安全 更安定 然后幸福花莲就可以呈现了 包含县议员黄欣 魏佳燕 蔡依静 郑宝秀 田运昕 杨华美 张美惠等 都另外进行第二次的质询 最后由花莲县长徐政卫致闭慈 表示花莲县府会接受指教 虚心接受 并纳入议员意见 作为未来县政的规划参考 记得蒋邦彦 华联施报导